立委高金素梅在今天再度直询了 昔日恋人内政部长李洪源 高金呢今天是一改过去 炮轰官员的犀利态度 反而告诉李洪源 如果说错请纠正他 手间的温柔跟微妙互动 引发了全场关注 昔日绯闻男女异常相见 当高金素梅直询其他官员时 台下的李洪源用力注视 皱眉抓脸 其他官员想抢答 高金可不留情面 没有啊这个就是 就是上一年啊 上一季啊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但昔日恋人一上台 待遇差很大 这样的高金很少见 李部长如果我有说错 请你纠正我 如果我有说错请你纠正我 在院长面前 高金从没这样夸奖一个官员 院长您听到了 您任命的部长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台湾的永续发展 跟国土保安 是不是对昔日恋人特留情面 看看高金过去的表现 你胡说八道啊你 国家总统的安全就让这样子人胡说八道下去吗 高金的轻声细语真的是对他表现 部长如果我有说错请你纠正我 但两人在议场上连握手都避免眼睛直视 但就算假装看不见对方 高金的另类温柔 全世界却都看得见